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月份的《环球短评》 我是冠明资产管理的首席投资创律师 雷思凯 在今集的《环球短评》想跟大家讲一个近期很多人谈论的话题 到底全球的通胀是否会开始进入一个上升周期 而更加重要的是在一个通胀上升的环境来说 对投资者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通胀的情况 其实我们来看看近期主要的国家的通胀数字 似乎并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在零售层面来说 零售物价仍然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情况 只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几个月来说 很多的制造业原材料价格上升了不少 我相信大家要留意或者关注到能源价格 特别是原油价格 由去年的低位来说 其实反弹了差不多一倍 另一方面一些工业用的原料来说 金属来说的价格上升到几年来说的高位 再借着一些食品相当稳价格 譬如是农产品价格来说 也都涨了很多 我们甚至乎近期听到很多的生产商 制造商也都发出了一些声音 就是说那个生产成本上升了很多 而他们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不能够再单独去承受 这个物价上升了带来的影响 而开始是逐步要将这个物价 是转移到一个零售层面方面 所以不能够排除零售价格 都开始慢慢会见到一个上升 但是呢 幸好就是全球主要央行 在这个货币政策来说 仍然是采取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度 特别是我们见到近期 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 再而三地向投资者派这个定心愿 就是说他们留意到通胀 未来似乎有一个上升趋势 但是在现阶段来说 不足以令他们对货币政策 采取任何行动 即是说 如果货币政策维持宽松 对投资市场应该是一个利好的影响 只不过通胀上升 其实会带来不同投资工具来说 有一个不同的影响 特别是在股票和债券来说 或者我们用一个例子 去试试解释一下 例如说一间公司 面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去到一个地步 就开始需要加价 而假设它这个加价的行动 并没有影响了其他产品的销邪 即是说 即是将来的收入会上升 而很大机会利润也会增加 如果一间公司赚多了钱 理论上来说应该对股东是有利的 因为利润是归于股东 但另一方面 公司赚多了钱 在债券的利息派发来说 其实是为时不变的 即是说 你持有这间公司的债券 不会因为公司赚多了钱 而你会收入多了 但相反来说 债券的收益来说 就要面对通胀上升 带来对採购力的 或者是购买力的影响 所以整体来说 如果通胀持续上升 应该对债券来说 会有一个轻微的负面影响 但对股票来说 影响相对比较正面 所以投资者来说 就要特别关注这个情况